各位朋友大家好 最近海航集团和中国首富王健林的消息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海航引起众人的关注 那是因为郭文贵爆料王岐山跟海航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所以王岐山退休之后 人们就认为海航也会跟着一起沉下去 认为海航很快就要不行了 可是在12月13日出现的一则新闻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据腾讯报道 海航集团跟国内最主要的八家银行进行了洽谈 这八家银行都表示要跟海航继续合作 这八家银行是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 普发银行 只要看看这八家银行的这个名称啊 你就知道他们是中国最主要的银行了 这八家银行表示跟海航继续合作的话 那就说明海航在资金上他不会出问题了 尽管现在还不能说海航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 但至少在近期的一年左右时间吧 海航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这也就是说海航集团起死回生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起死回生的中国首富王健林 看了王健林的故事啊 你就会比较容易理解海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王健林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中国的首富 他是怎么发家的 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人感兴趣 外国人也很感兴趣 2015年4月一直跟踪调查王健林多年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 傅才德 他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 题目为万达帝国王健林游刃于商业与权贵之间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中还专门附上了一张 万达股东与中共高官的关系链这么一个图表 从纽约时报给出的这个关系图来看 王健林跟习近平的姐姐习乔乔 姐夫邓家贵 前总理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 女儿温如春 前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 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的儿子王兴宇 他们都有密切的关系 人们看到王健林有这么硬的关系 大家都觉得王健林一定是在中国的富豪当中 最保险的最安全的他一定是不会出事的 可是到了2017年在中国大陆啊 突然就传出来大量关于王健林的负面新闻 什么国有银行停止对王健林的万达集团提供贷款了 王健林的资金锻炼甩卖 王健林的万达集团突然高调发布官方声明 他说最近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炮制各种关于万达集团以及董事长王健林的各种恶毒谣言 这些谣言都是无中生有 万达集团的经营一切正常 没有任何债务违约 不存在资金断流的问题 王健林敢高调发表这样的声明啊 敢出来辟谣 就说明他现在已经过了危险期 王健林已经安全 王健林是现在中国亿万富豪的典型代表了 美国纽约时报给王健林的评价是 有走于商业与权贵之间 这个评价还是很到位的 对于那些有走于商业与权贵之间的亿万富豪来说 他们既有非常巨大的暴力 也有非常巨大的风险 这个风险啊 他就是来自中国的权贵集团 他是不稳定的 他是经常变化的 过去欧洲有很多世袭的贵族 他们一个家族啊 可以传承几百年 所以欧洲在民主化之前 他们国家政权啊 长期就掌握在这些世袭的贵族的手中了 所以呢 他们那个时候的权贵集团 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可是中国啊 自从秦始皇以后 他就没有分风制了嘛 所以也就没有世袭的贵族了 在此之后 中国的政权啊 就掌握在一群被称为官的 这个官僚集团手中 中国这个官他是不能世袭的 不能说你是总督 你的儿子可以继承你的总督 那是不行的 这样不能世袭啊 就造成了中国的权贵集团不稳定 社会的财富啊 转移很快 所以中国有富不过三代的这么一个说法 虽然说中国的官啊 他不能世袭 可是中国的官的权力却是非常大的 一旦你当了官就不用你操心了 金钱就会自动圆圆滚滚的来了 这可比资本家赚钱啊 省心多了 你资本家要经营一个企业赚钱 那也算是一个辛苦钱了 没有人会白白的把钱送给你 可是中国的当官的就不一样了 他会有很多人白白就把钱送给你 据说早在宋朝的时候 那就有三年轻支付十万雪花银 这么一种说法 可见啊 当官他是最轻松的赚钱的办法 那么为什么会有人给当官的白白送钱呢 其实这些人给当官送钱啊 他们也都不是傻瓜的 他们送钱的目的呀 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叫做交保护费 中国啊 有很多地方 特别是那些偏远的地方 那儿的这个黑社会流氓团伙是很多的 你在那些地方做生意啊 你必须得有一个保护伞 得有一个保护人 否则啊 你的生意不但是做不下去 你还会遭到这些黑社会敲诈的危险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给掌管这个地方的地方官员送钱 特别是买通这个地方的公安警察部门啊 给警察交保护费 给当官的交保护费 你呢 才能安心的赚钱 因此有人把中国的地方警察说成是另类黑社会 这也是有道理的 不过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黑社会就比较少了 警察他也收敛很多了 一般的就不需要给警察交保护费了 在这么一个背景下 中国那些没有背景的小老百姓啊 他们开个小公司了 做个小买卖了 擺个地条卖菜了 他们都喜欢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因为他就不要交保护费了嘛 这也是这些大城市周边啊 就吸引了很多低端人口的重要原因 有人说啊 北京那些被驱赶的低端人口 他们可以到小城市去谋生吧 可以去那摆地摊吧 这种说法就是不了解中国的事情 你去中国的小城市啊 你如果你在当地没有什么关系 不要说你摆个地摊卖菜了 你就是去那要饭都会被人赶走的 因为那是人家的地盘的 人家不允许你去那里抢他们的饭碗嘛 那么第二种给当官的送钱的目的 那就是交占地费或者是占据资源费 你要在某个领域发财 你就要占一块地盘 比如说有形的矿山啊土地啊 到无形的市场啊 你都需要去占据去占据 这样一来啊 你就必须给主 就是这些部门的主管单位的领导去送钱 你才能占住这块市场 这块地盘 否则的话 你在这块领域根本是站不住脚的 早就被人赶走了 那么房地产商给当官送钱啊 那就是典型的占地费 你送钱才能批到土地 可以说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了 第三种给当官的送钱的目的 那个才是贿赂 贿赂啊跟上面两种保护费和占地费啊 它是不一样的 因为啊 他送的钱啊 不是一定能够拿到好处 不是一定能够拿到回报的 只能说啊 你像一个长期的股票投资那样 就是说你这个风险啊 是很大的 贿赂的钱啊 你送出去 不一定一定会有回报 弄不好啊 就会打水漂了 你送的钱就是白送了 有人想升官 他给上级领导送钱 有人想上春节联欢晚会 就给导演送钱 但是呢 你给上级领导送了钱 不一定真的就能升官啊 你给导演送的钱 也不一定真的就可以上春晚 据说啊 中共在搜查军队啊 那个大贪官 郭伯雄的家里头 就发现一个装满了钱的手提包 里面啊 还有北京军区少将 董明祥的简历 郭伯雄连这个手提箱啊 他从来都没有打开过 根本不知道 这个少将给他送的钱了 当然了 这个少将给郭伯雄送钱啊 他也并没有一定指望 自己送的钱 就一定能够升官了 他就是像买股票似的 就赌一把了 能够赢最好 输的也就自认倒霉吧 他不是说送的钱 就一定会希望有结果的 这样一来呢 中国的官员啊 他就最喜欢接受贿赂 因为这是最好赚的钱吧 你想前面两种保护费和占地费 你拿着别人的钱 就要替别人办事的 可是贿赂这种钱啊 你拿着他的钱并不一定非要替他办事 所以这样的钱啊 叫做最好赚的了 中国的那些亿万富豪们 他们背后啊 都有一些大官啊 当他们的靠山 当保护伞 但问题是 中国的大官啊 他是经常变化的 五年换一届 五年之后 原来那些大官就退下来了 又换上一批新贵 这个时候 你过去的保护伞的官员 他掉走了 退休了 或者是下台了 那么你的保护伞就没有了 正是因为中共官场 他五年换一次 所以每次一换届 那些富豪们都感到惶惶不安 他们就需要赶紧 重新找一个新贵 做他们的保护伞 这次中共十九大 就是一次官场的大换血 富豪们都在赶快找新贵 当他们的保护伞 如果你不能赶紧找到新贵 当保护伞的话 你就完蛋了 这一次海航集团 获得中国八家主要银行的支持 这就是说明海航 他不仅仅是依靠王岐山的 他们已经找到了新的保护伞了 虽然说海航的新保护伞是谁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的是 海航现在已经有底气了 他们已经不再那么怕了 王健林也是一样 在过去一段时间 王健林他也是可以说 惶惶不可终日了 现在呢 王健林已经非常的神情淡定了 这就是说明啊 王健林他也已经找到新的保护伞了 他也安全了 中国的体制几千年来 他都是这样 刚刚打下去一群吃饱的老虎 又换了一群饥饿的狼 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历史周期率了 如果中国没有体制改革 用制度来制止贪腐的话 那么反贪的结果 只不过是换上一批新的贪官而已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 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